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洛宇文 欢迎收看台湾百味 在台湾 大家对泰式料理都相当的熟悉 所以要如何在这个竞争的市场 找出独特性就非常的重要 今天要介绍的这家餐厅 就将泰式宫廷的元素 加入了餐饮中 而本身具有台菜底 椅子的行政主厨 更将台湾料理手法大融合 发挥创意 变化出一道道令人惊艳的泰式佳肴 我们赶快去尝尝 这家泰式餐厅 虽然位在喧闹的百货公司中 但整体的摆设 却有着沉稳静密感 走的是低调时尚风格 与一般印象中金光闪闪的泰式风相当不一样 气派又大气的氛围 让来此用餐的客人都喜欢一来再来 我蛮常来的 就算是疫情之间 我大概都过两个礼拜就来外带一次 带回家吃 然后来这边 我觉得这边环境还不错 蛮好的 蛮舒服的 因为他们的东西真的都 用料很澎湃 我这么觉得 我觉得它用料真的蛮澎湃 这里的泰国菜 另一个特色 就是主打台湾较少见的泰北风味 时尘在台湾泰菜料理界 享有盛名的泰籍主厨阿明师 来自泰北的阿明师 是在曼谷的五星级饭店担任主厨时 被台湾餐饮大佬邀请来台 为台湾的泰式料理注入了新活水 它比较是属于 它地地道道的这个泰国料理 那它在做菜的这个逻辑跟思维呢 它是用泰式宫廷的一个概念去 发想它的菜式 宫廷的概念呢 它给我们的观念就是 主要就是要作与精致跟细致 因为我们用银器去盛装 然后跟摆饰 摆盘 然后跟呈现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让达到就是说 比较一个细致 精致宫廷的感觉 这些盘子 然后跟那个银器啊 这个都是从泰国进来的 在菜色呈现上面 跟它的精致度上面 我们就有做了一个升华跟提升 像可能在泰国 我们比较常会看到就是说 他们会用米食 或者是干掉的锅巴 或炸 干掉的锅巴拿去炸 炸过之后再做一些肉末 那像我们知道就很像它的进化 它就是一个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一个 精致跟趋近于宫廷的概念 锅巴米饼是泰国很常见的主食之一 餐厅将锅巴美食精致化 酥脆的炸米饼 包入用香茅等各种泰国香料 炒制而成的猪肉馅 以手卷的方式呈现 是一道很有特色的手工前菜 主要会用到就是猪肉馅 那我们的猪肉馅是用松板猪 下去切成丁 比较特别是我们还会加 炒米粉跟辣椒粉 这个炒米也是很特别 就是泰国人也很喜欢就是 把泰国糯米 然后加上一些柠檬叶 下去炒香之后 然后把它打成粉末 然后加到我们的凉拌菜里面 或是炒的料里面 会增添它的香气 那柠檬汁会最后下 太一点点而已 刚刚已经完成了 我们内馅的那个炒制过程 那接下来要请高主厨 继续我们示范那个米饼的外壳 要怎么样的制作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炸这个米卷的部分 那它现在已经呈现是锅巴的形态 那我们现在要把米卷炸开 然后塑形给大家看 因为米饼啊 它炸好之后 它接触到冷空气 它就会变得很酥脆 那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间里面完成的话 它就会全部都碎掉捏不起来 那我现在要来试炸这个米饼喔 十... 它掉进去了 没问题 刚刚说十秒 它会自己扶起来 那我现在都不用动它 对 它扶起来之后 你可以把它就翻面 然后压一下 然后稍微往下压一下 好 可以了 然后起来甩油 甩 用力一点 用力一点 来 甩油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塑形 而且 我好像要 那你可以直接拿开 夹字不用了 夹字不用了 喔 有点手忙 我们脚按硬掉了 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看别人做都很简单 对 你就 就外掉了 你就脚对着这个脚 对 然后往上一点 让它可以捏起来 它搁着手套其实温度还是很高 对 很烫 看我现在已经戴了三层手套了 它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非常高 非常烫 可见我们那个 这边的厨房师傅是多么的辛苦 每天那个米饼他们都只有戴一层 那我接下来试 再试一次看看 看我这次会不会成功 果然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一气呵成的动作真的需要经验磨练 采访小组着实体验到厨师们在厨房水里来火里去的辛苦之处了 做好了米饼的甜筒模型 就可以准备将刚才炒好的松板猪馅料装进去 我们这叫它北半料 因为它是属于泰国东北的菜 所以它口味比较偏重 偏咸 偏酸 然后偏辣这样子 那我们会搭配一些生蔬菜 然后中和它那个口味 不要让它太腻 最后就是香菜点缀 这道香茅猪肉卷 因为使用的是油脂丰沛的松板猪肉 吃起来滑润又带着泰式独有的香料味 满嘴生香 清爽开胃 而外层薄脆的米卷 白色是白米 紫色是紫米 淡淡的米香与松板猪内馅一起入口 为这道菜增添了酥脆的口感变化 还有另外一道泰北凉拌菜 也是来这里必点的招牌 是一般的泰式餐厅中较少见的凉拌菜之一 我们用的是麻竹笋 但我会看那个气候 那假设说季节对 看季节去对应它的笋汁 像我们目前现在用的是麻竹笋 那可能比较对的一些季节到夏季的话 我们就用绿竹笋 因为这样比较当季 比较当令时鲜 吃起来我们会觉得会比较对味 这道干贝罗旺鲜笋 用料相当丰富喔 有干贝 绞肉 虾仁 槟榔花 麻竹笋 芦笋等 再加上泰国的腊油 野奶 罗旺酱等调味 这微辣却奶香十足的东南亚风味 而麻竹笋因为汆烫后先冰镇处理 吃起来非常的脆口 配上了芦笋 槟榔花 更增添不同层次的口感 果然是贵族等级的凉拌菜 我记得我们一般吃泰式 其实就是吃什么凉拌 西木瓜 然后什么酸辣拌海鲜 然后今天第一次吃到这个 我就真的觉得还蛮好吃的 因为它有点辣辣 餐厅还将泰国路边常见 色彩缤纷的特色小甜点 做成了包场或订桌席宴客时 提供的精致点心 小巧如真的模样 每每一出场就会得到许多的惊叹声 它主要是泰式的传统小吃 就是它们市集上其实都很常见 对 那它主要的内馅 它是用绿豆沙 然后加入泰式的椰奶 等它成型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搓成这个 小小很可爱的形状 那它的名字的由来 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泰国都是基本上都是做蔬果为主 所以它就叫果样 蔬果的样子 所以叫做果样绿豆人 它就是外层会有一层QQ的果胶 那是用洋菜下去做的 就很像果冻的皮薄薄的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绿豆沙 绿豆人的内馅 很绵密 所以QQ中又带着绵密的口感这样子 而除了泰国当地的经典佳肴 在台湾泰式餐厅中最常见的月亮虾饼 也是一般入门泰菜中最常学的 不过师承阿民师的行政总主厨 King却笑称 阿民师其实一开始 并不想将月亮虾饼放入菜单中 因为它就是一道台湾的料理 在泰国根本没有这道菜 但因为很受台湾人欢迎 所以还是决定入境随俗的 放进了菜单中 不过他也做了一些改良 那主厨我们一开始要先怎么做 好 我要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最先要做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剁虾仁 那虾仁在剁之前 一定要确保它表面上的水分 已经是干的 为什么要把水都洗干了 因为基本上来说 我们等一下在做炸它的时候 它是一个属于热风调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你在做虾泥的过程当中 里面含水量太多 那油的温度比较高 就会把水分做逼出 逼出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水气 那你的虾饼就会不够觅食 不够觅食的话呢 就会产生空洞 那吃起来就会很松垮 不扎实 将虾仁剁碎 再放入适量猪油 花枝浆 以及整只虾仁 和糖 盐 胡椒粉一起调味后 就可以开始做最关键的甩打 而这也是月亮虾饼 美味的真功夫所在 基本上你要先做一个集中之后呢 就在你的手里面对不对 然后你就要这样抬高之后 整个往下 力量要往下 像这样把它集中 对 集中 这个捧起来吗 再捧起来 这样 然后往下摔 对 下去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的手就下到这里 好 不建议在这边就放手 因为在这边放手 你可能会 往左下 会乱抛 对 OK 再试试看 这样 然后 好像打得太小力了 这样不行 那也不能来我这里上班 原本的整只虾仁在甩打过程中 刚好变成适口的大小 融合在馅料中 等甩打出筋产生粘性后 就可以进行包馅了 像干汉堡一样 对 对 然后这时候你用你这里 骨口跟这个手掌心的中心点 直接压 好 就这样往下压 你先拍它 你大概跟它拍个试下 你看起来有点像是在打地鼠 就是卡卡的那种感觉 打地鼠 OK 那在因为刚刚一开始 比较没有那么正 所以我们就是要一直做索心 下锅有炸后 因为事前吸干虾仁水分 以及确实的甩打 整个月亮虾饼炸完后 是非常的厚实 足足有50元硬币的厚度 吃起来啊 真的是非常有满足感呢 很好吃啊 对啊 它比外面的餐厅 不管是联署还是单一的餐厅 泰式这些餐厅 至少都厚一倍以上 我觉得他们家的月亮虾饼是一全 皮好吃碎 然后里面用料很实战 不会吃起来 里面吃下去一口里面都是满满的瑕疵 它吃很不错 而原本拥有十年台菜底子的King 在菜单上也做了许多的创意与变化 这道罗旺烧紫牌 就是将台菜的元素 与泰菜做完美结合 像以这道菜来说啊 它就比较接近是那样的感觉 它其实是我们的白骨酥 去演练而来的 白骨酥我既等的嘛 我们炸肠的 然后再去裹上这个泰式的一个酱料 然后做收汁的动作 所以这道菜 它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演化 这道罗旺烧紫牌 先将猪肋牌进行汆烫去腥后 才加入酱汁用蒸卤方式制作 与一般以生肉腌制酥炸的方式大不相同 我们炭完以后 我们再用我们的那个卤汁下去用蒸卤的方式 这样子我们吃起来才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 对 然后吃起来又可以入口即化这样子 蒸煮好的肋排 裹上含有炒米粉 姜黄粉等调味增色的粉浆后 沾地瓜粉下锅油炸至酥香脆口 再加入事前制作好的独门酱汁拌炒 这酱料是需要分层制作调制 工序相当的繁复 将调好的梅子酱 罗旺酱一起加入炒米粉 辣椒粉等香料 小火加热至浓稠状 淋在了酥炸好的猪肋排上均匀翻炒 让每根猪肋排都充分的裹上酱汁 这道费工耗食的台菜手工菜 才算是大功告成了 吃起来也是酸酸甜甜的外酥内软 然后就是在外面没有看过这种排骨 吃起来蛮好吃的 挺成功的将自己原有的台菜底子 和从阿明师身上学到的态势手艺 转换成属于自己的料理风格 现在以独当一面的他 也投入了教学的领域 希望将自己所学 传承给新一代的厨房新兵们 而有余力时更会带着团队 为需要帮助的对象送上暖心的料理 因为他深知料理无活界 一道有爱的料理力量可以无限大 三点是我带的要看这个有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蟹 蟹刀跟蟹黄 等一下一定非常的好吃 有些客人在问我们说 哪一种螃蟹会比较好吃 但是我们只能跟客人讲说 只要鲜就好吃 到这里吃这个苦瓜 和这个茄子的味道 都很搭搭了 很好吃